欢迎回来 现在正式食用春季当令食书海味的最好时机 要为您介绍的日式料理店 除了有创意和食料理 乔一要带我们体验的是日本的传统盐腐烧 以后盐包裹鲜鱼之后送入烤箱烘烤 厚实的盐壁可以锁住鱼肉的鲜甜 在以前的年代这样的做法 能够保存鱼肉的风味 通常是节庆的宴席菜色 跟着我们的镜头带您一块体验 主播好多中间带大家体验一下 日本的传统文化料理 来看到我前面这一盘叫做盐腐烧 那看看我手上拿这个锤子 姑且称它叫做主播之锤 好那听说呢 把这个鱼身上的这个盐 把它敲得越碎的话呢 今年整年运势就会越好 好那我准备开始了 三 二 一 好 谢谢这个维修维修的主播 来把我们做定菜祖祖的仪式 这是一个源自于东北的一个料理 那我们用大量的盐 抹在这个鱼鱼身上 然后最原汁 用最原汁原味的一个方式 做一个呈现 然后再放下去蒸烤 看起来很厉害 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准备了一个 大家给我盐了 先打底 对 先打底 打底 然后鱼再铺上来 所以整个盐都要盖满它身上吗 对啊 那等一下我还会做一个塑形的一个动作 塑形的动作是不是 对 刚刚说就是一定要用 呈现最原汁原味的这个口味这样子 然后呈现给大家做的顾客 我先带你做主播了 好 那我首先拿鱼 我就拿鱼 好 很奇妙耶 就是不像一般 很绵密 然后带有一点 我意识到了盐的感觉 带有一点粘性 2 1 好 谢谢这个维持维持维持的主播来把我们做第一开始 今天先从虾子开始 好 好不好 虾子就是一般的握寿司对不对 对啊 好 那虾子 好 我先拿一片 好 好 好 有什么手势吗 这样 这样子 那我们把虾子 这样 对 让它可以很自然的 虎口吗 有这样子吗 对 好 好 那我们抓一块饭 抓一部 对 量就差不多地 差不多15克 对 15克 很精准 这样 差不多 差不多吗 这样 这样 要再少一点 可以 好 中午肚子都想吃多一点对不对 不然可以再多加一点 好 然后把手 手这样 合起来 左手不要动 好难 上面也压一下 上面压一下 好 好了 放开 好 把它 转过来 转过来 好 对 让它在你的前面 放到前面去 好 稍微这样 把它塑形的感觉 对 塑形的感觉 捏一下 所以饭还是要 形状要出来 对 好 然后上面 你也完成 是 好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好 现在呢 到了我们这个品尝美食的时间了 今天富亮你要来带我介绍什么 我们这次的主题彩色 我们基本上春季的话 一般来讲就是代表了色彩缤纷 因为冬天刚过 对 然后春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万物出行 那就是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一些料理都是以色彩缤纷 或者是 主要是以鲜艳为主 对 就是让大家看的心情会很好 是啊 就是这样 好 那富亮我们刚刚介绍这么多道 其实你最推荐是哪一道 这一道你一定要吃吃看 好 刚刚有讲到的这个梅子跟山药的 对 先吃吃看 直接这样喝就可以了 对 直接喝就可以了 非常的酸甜爽口 对 而且 而且不知道以前不知道说梅子跟这个山药 喝起来会这么的搭 很好喝 很好吃 那其实每一道季节呢 都有不同变化料理 那现在还有这么多的美食 我们就要继续品尝哦